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名步兵军官 但除了跋山涉水之外 我倒是还没有机会骑过白马 好了 那我们言归正传 本来我有还有很多的致辞 就是跟其中的总统候选人 陈青年博士 可是因为实验关系 我就大概讲一些重点 我记得有一位中学同学 曾经与我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他的文学老师临时起义 要全班以勇气作为测验的题目 写一篇文章 后来 班上的一位同学 在五分钟后 就交考卷 结果 这位同学 出乎意料的 得到全班的最高分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他在考卷上 只写了五个字 这就是勇气 各位 这算什么勇气呢 2008年 陈青年先生 为那些购买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投资者伸张正义 那才真的上是勇气啊 各位 陈青年先生与律政部长 赛木根先生和其他行动党部长 在课题上较量 甚至可能在当选后 遭到国会半年的一二运 那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啊 可是 陈青年先生并不畏惧 因为他愿意为他秉持的道德观发言 陈青年先生并不害怕 因为8月27号 你们的选票就是他勇气的根本盘 哈德的选票越多 勇气就更大 所以恳请各位 用您的选票赋予他勇气好不好 各位 还记得第一位民选总统 黄底昌先生吗 他曾在隐退时暗示 自己在任期内受到行动党政府的百般阻挠 他曾透露 但他想知道我国储备金到底有多少时 主系署的回应是 那需要56个个人工作年来整理资料 可是各位 当时的黄底昌先生已经63岁了 他还可以在等56个工作年吗 黄底昌先生虽然表面上 监管着储备金的第二把钥匙 但实际上行动党一把 锁头给换掉了 这就好像农场主人叫牧童到山上监看羊吃草 但却不投入 羊吃到底有多少 各位 你们说这有没有道理 没有 各位 陈静昌先生如果当选总统 他将秉持着积极的态度和王邸昌先生的作风 打破砂锅问到底 陈静昌先生在获知自己在这次的总统选举 将面临四角战时 并没有临阵退缩 虽然有许多人都劝他退选 但他还是保持着乐观与积极的心态参与选战 他们这按规金可能被没收的风险 为的就是给各位选民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各位 你们设想 这么勇敢与积极的总统候选人如果单选 他在总统府是否能为你们喉舌 是否能代表你们的姓声 按一块总统人才算不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姓氏 等下拜了 在阿珠你的巴萨 就是丁培林官的选区 宏文选民 有一个你们各位的支持者 到时候配合今天的富人 以前对最近公共交通委员会 答应新加坡MRT和新加坡Bas公司 起车 令各位做一般新加坡 其民老人 会愿意 愿意 愿意 在观众台会亮出来 也是会叫做 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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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利的盐 雪上加酸的酸 他的诗是这样 盐酸 盐酸 入冷 皮筋柔 满腹心酸 带解忧 交予夜灵 多忧调 西风长笛 树生秋 会员百五 会员百五 深疼苦 明确车子又涨收 康道诉求 南疏困 热灵生活 富如秋 新疆 美金 麻松 政府 跟報紙講講也沒用 所以感覺 一萬年的生活 會爆到死死 跟一個人沒差別 一個月前 我在看電視機 看到新聞訪問一個姨 問她說 去車車有什麼感想 姨姨的威達是 沒辦法啦 我交流兩杯咖啡就可以了 各位 新加坡的馬鐵跟新加坡馬車公司 去年賺超過2億3千萬 起車駛了 她人一年可以多賺1千5百萬 你說起車駛有公平嗎 有你有沒有 有 我要問姨姨 姨姨啊 你有想過嗎 阿修小姐 總統 好像 但今天城市 幫她自己相信 公平的 價值觀 威力公圍 威力打拼 威力打拼 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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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她國立的人 公平 monkey 絲 威力 威力 在私商 威力 在親戚的政府處 所以他有請大家全上坐巴士跟他媽媽 所以他有辦法感受他去為生活打拼 為貪累死亡的人 他的財力沒有辦法 需要跟大家開巴士的痛苦跟我們生 一個月前 我以臨近年生去中南部塞 體育館 即使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世界杯外圍賽 比賽後 我以臨近年生的大得士登場 我慢慢沒想到 他會對我 坐我老爸的努力 問我老爸可以帶去大牌的媽媽 給他帶媽媽的等主 各位 你自己 總統好帥人 丹健陽博士 就是陳靖元博士 要這樣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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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會了解你生活的痛苦 跟你為著打拼 所以老的巴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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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青南先生不只是一位拥有财务名略感和风险管理经验的好总统 他也立志要当个能有效的制衡与监督行动党政府的民选总统 最重要的是他不曾担任过行动党议员和部长 所以他能保持独立与中立性的行政方针 为你们保障国家储备金 各位行动党在最近的国会选举中再次垄断国会 你们难道希望国家元首之位也落入拥有浓厚行动党色彩的候选人之中吗 所以你们迫切需要一个能真正代表你的新生的人民总统 您需要选一位清明的现代诸葛亮当您的总统 他就是陈青亮先生 8月17号让我们用手中的一票 把人民之声陈青亮先生送入总统府好不好 谢谢 high five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